Limusus Prime 在每一場可以做一個Pri Order 5克火牌文 沒錯 還有Prior Toss有詳細介紹的影片 有興趣可以看那個節目 現在我們去VCRO那邊 VCRO和VA 即是7那邊 還有STK Workshop那邊 阿威奎很開心 因為有些老餅東西出現 好我們現在前面 將會見到一個 一隊非常大的 在會場裡面一定會見到 就是Bumblebee 這個 這個是1比1 對 電影版裡面 電影版 掛名1比1 可能我覺得應該 Bumblebee比較接近 但是 Crime就好像 應該是電影版 對 那我們進去看看還有些 什麼其他 因為這就是VZERO 這次會放出來的宣傳展品 我們現在進去VZERO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 這次VZERO 和7 有很多東西可以看的 我們先帶大家看看VZERO 的產品 當然 不用說 有Bliss Ring 閃電 這個之前已經出貨 已經一早賣光了 不過這次也是展覽的 這次還有之前 我們爆玩具也爆過的大黃蜂 這次大黃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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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有什麼呢 Nemusus Prime 在會場可以做一個Preorder 暗黑可怕文 沒錯 其實整體的結構 骨架造型 都跟原本一樣 不過最大不同就是 它的顏色 玩過的人 或者買不到對上一隻的人 都可以考慮 來會場做一個預訂 這個也是大比例的 大一點比例 我們現在說的是現場發售 現在有現貨賣的 是Preorder的 訂的 這些就有了 這些就有現場發售 這個就是以往的大型比例 舊的Line 就是Premium Scale的 那條Line 這些都是好評如潮的 一些Transformer的產品 另外這次呢 又可以預訂 是Bumblebee版本的Premium Scale 如果大家之前買不到 小的版本 這次呢 可以考慮呢 就訂回一隻大的版本 大的更好 還有一把劍 但大的就應該沒有合金成分 小的就有合金成分 小的就有合金成分 是的 那 那天我們也有說過 那譬如有千歲鷹 亦都是分一齊齊齊出 但是今次呢 喂 這隻不得了 可以介紹一下 Walker 這個雷鳥拯救隊 真的要很老餅才認識 但其實他的玩具呢 過去這十幾年都有出過不少 那我最有印象就是 這個 新石器合金 就出過一隻很重手 有合金成分 就已經很大隻 那後來呢 就 Tacala也出過一隻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一隻 是同樣比例的 那一隻呢 那一隻呢 沒有這個透明殼 但是那一隻呢 就有 電動的腳 就是那個 腳是可以 起落架 不是 整個機器可以升起 可以離開那個貨櫃的 還有那一架呢 那些配件 就是其他的車呢 就要另外買的 就是和Crossover Hot Wheels 就是車呢 就要買Hot Wheels 那一架主體機呢 就是Tacala 但是就對比例兩個 可以混合一陣 是不是Hot Wheels 先等一下 不是 我混亂了 Sorry Aoshima就配搭Hot Wheels 不是 新石器合金呢 就配搭Hot Wheels Tacala那些呢 就自己Tacala出回 但是也要分開買的 那麼 現在這個呢 他就看起來 上來是一次過出了 一整套 還有地台是有電製的 那地台的電製 控制什麼呢 我就不知道了 似乎是整個升降 整個地台會升 有聲音 有升降 有一個像是聲效的Volume 可以調整 還有那些樹 出場的時候 那些樹會動 向左右分開 地台會升降 嗯 那我就在想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 地台和戰 TP2 是不是分開賣的 其實這個呢 在日本呢 是分一百期推出的 哦 那這次呢 香港之後的日子 大家要留意一下 在日本已經出過了 在日本出過了 哦 出過了 那是分一百期推出的 是的 那在香港的SDK SDK workshop呢 那他們也會做回一些 一些改善 那可能好像 之前他們出千歲英那樣 會分少一些其數的 那就可以做出來的 哇 那些配件都很齊 這個 最多人喜歡的 就是粉紅色這架 羅斯萊斯 因為是那個 Lady Benendorp 的座架 哇 那些人仔才棒 是的 跟回1比4 四個比例 是啊 好啦 那事不宜遲再過了 那這個呢 其實我自己反而是有留意過的 是嗎 因為在日本的時候 我看到有武明屋 我覺得很棒 跟著呢 在日本那些書店 但是跟著我看到要分一百期 是的 我就 我放棄了 沒有那麼長命 立刻放棄了我 我未必有這樣的時間去等待 其實是有些卡 那個屋頂是不是卡紙 嗯 是 應該是一些很後新的黑紙 或者是一些木 加起來 是的 看到一道門 其實夾板是木 木 這間武明屋 我想在香港 到時SDK workshop 他們都會 做一個 即是 不會分一百期 玩我們 可能分十期 是的 可能好像千歲英 那你可以選擇 只是買一層 我家裡沒有那麼多地方 我們玩個睡房 是的 這些屁股是布料 是的 因為這間武明屋 我當初看已經覺得很漂亮 今次看實物也沒有令我失望 原來你是武明粉絲 怎麼說呢 我小時候會看 這間真的挺漂亮 好像我們小時候會看小紀念 是的 小巨念 嘩 對了 好 接著呢 又到DC comics 這裡是Figurins 一些雕像 漫畫造型 沒錯 偏向簡單 簡潔一點 這個差不多是第一代Ban Man的樣子 應該不是 不是 但是現在的 你說是哪個風格 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Silver Age 應該是Silver Age那邊 那些時間 是的 到這個Wonder Woman 都是漫畫造型 是的 沒錯 始終這些暫時都應該是 一些樣版來的 還有Alien 異形 也有 很有名的對戰場面 Hutbuster大戰 The Hulk 好了 我們過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一拳超人 是呀 接下來有第二位 這套衣服也有點舊化 奇勇 始終一拳她經常都要打怪獸 做一些舊化給她的衣服也很正常 是呀 頭頂都立立亮 哈哈 這個是很招牌的 一定要亮 一定要亮 真的要噴光油才行 好 好 接下來到這個 冒險性哥 遊俠 還有一些遊戲的造型 是啊 這件衣服真的很厲害 很有趣 其實她是一個身體 應該是整個身體 小腿那些是布料 似乎是布料 似乎是布料 似乎有些布料 對 這麼有趣 這個很精細 很精細 以1比6的模型來說 真的不是說笑 還有 3Zero現在開始出這些機械的造型 都傾向穩定 都很穩固 其實都走不掉 好 接下來 余文樂 有余文樂 楊展 在吳空轉的造型 對 還有這個 現在已經出貨的吳空 對 那 還有一些貨 在現場發售 出這個吳空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 發生了一件插曲 是怎樣呢 這個插曲就是幫我們 玩具TV的妥手 Brian平反了一件事 因為當年Brian曾經在玩具TV上 就說某些人經常彈一些 figure的頭髮 其實自己應該自己處理一下 就不應該就是怪間廠 他說完之後 就被很多粉絲罵 就是換句玩家罵 對 就罵了Brian很久 就說你真的假裝專家 接著今次出了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些出戲的導演 就展示了他那個 那些人就說 為什麼你很漂亮這麼多 接著那個導演就說 那你回去自己搞的嘛 那些頭髮 你不知道什麼 這樣 就直接就幫我們的 這位朋友Brian興 就平反了一次 雖然就有一個遲以來的平反 那我看回 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那余文樂的造型應該都 應該都 七七八八一八 某些角度來說 我覺得這個樣子 都有些角度是相似的 其實本身余文樂 在這部電影裡面 樣子都不是很余文樂的 有些不同的 是不是因為調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感覺有點不同 但是你說 樣子不像 都看得出來 對 但正常來說 他開了眼 應該是閉上眼 這個就是 因為他開了眼 他開了眼 他會閉上眼 其實是用上面的眼 那德雞是否用後面的眼看 咦 哪裡後面 開眼 後面 好 這樣 空氣都有點尺 你們做什麼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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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皇帝仔 今天拿走了 皇帝仔 哎呀 為何拿走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要修改嗎 糟了 沒得看 但是我覺得 這隻真的無力 好漂亮 最拉尾 雖然第八季的劇情 大家都吐槽 是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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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得 挺像的 還有 那些衣服 鱗子 鱗子 很細緻 成為最後 King of Seven Kingdom 大家 這個是Ason Vicar 雖然他坐鱗 但他站起來 所以可以重現 站起來 其實他在夢 就是入了 那個境界 其實他曾經 都站起來 對 你看到 你可以把 這個 Brand Brand 站起來跳舞 對 另外 Brianna 這個漂亮得震 這個真的 樣子 好似 好漂亮 如果大家有看 Game of Rome 這個也是一個 很人氣的角色 一個很忠心 忠於自己 忠於自己 承諾的 女騎士 還以為是 沒有拿法考 對 很難得 一個騎士 是沒有拿到便當的 最後 最後是被 安納成為女騎士 所以 是有感動 我沒有感動 大家都以為 最後一場 他不是在寫 Jimmy的傳記嗎 寫Jimmy的傳記 但很多人都在想 會不會說 Jimmy 其實 寫最後一句 是寫著 他還有一個 會有一個 遺福子 但沒有 沒有這個橋段 因為最後一個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 寫了她的寶寶 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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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趣 對 這些是太空人 DID 始終是有她的支持者 這幾個太空人 這個是Armstrong 就是 登陸月球 三位 太空人 中間的就是Armstrong 對 但是 他比 過往的DID 他價位是比較高 今次我留意到 他2000元左右 是嗎 對 那就 真的有外 因為 太空人的產品 真的非常少 太空衣裝 可能 價位高一點 也很正常 因為始終她的 裝服 都要再特別重新設計過 她有一套配件 是深刻有一個 camera 很有趣 我相信 那個年代 那些機器 可能未去到 那麼微型 那麼可能 又要錄得清晰 又要 又要頂到太空的各種 不同的 環境條件 那麼可能 就需要 有這麼大小的 camera 在她身上 玩開DID 都知道 她對這個造工 或者是歷史考證 都非常之嚴格 所以 如果你喜歡 太空人的話 我想這個也是不宜之算 如果你的 推銷的原理口吻 現在好抱 不是 不是 不是推銷的 這個也是真的 不是很漂亮的 這個 她真的會做回 除了帶太空罩之外 太空人都很重要 是需要帶這個 通話器連同一個 保護頭的作用 他們這些產品的玩法 就是 她所有東西都可以拆出來 除出來 是布料的就用布料 很多時候是鐵的就用鐵 這就是她這個品牌的堅持 另外戰爭系列 左邊這個 應該是用Ed Harris 年輕人的頭雕 但右邊這個 舉槍這個 有沒有什麼演員的頭 我就認不出了 這套 如無意外 我估計 曾經有電影 叫做 是 Ju Law 對這個 這個是Ju Law 有 可能是 這個 不是Ju Law 我知道 這個 角色的 原型 有可能是 用這個 對決 頂峰對決 有三分子 俄羅斯對德國的頂峰對決 這套戲都非常出名 好 好 接下來 上次 我們在千歲鷹 STK Workshop 店面也有介紹過 這套戲 這次也有現場發售 會員價570元 有一款 另外這一款 再便宜一點 460元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不要錯過 接下來 就是這個 Pedley Korsava 天神英貴的版本 是 好像是否最遇到現貨 還是 都是 展示版本 暫時 看到 展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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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看到天神英貴 或者Pedley 簽名 過幾天便來到會展展場 那 另外我們看到 旁邊便是有 Jacket X 是 1比6的 有兩個 這種外骨格 都是現今的 黑科技 使用 在戰爭上 又不知有什麼表現 武器也很足,每人都有一兩把槍 應該都是顯示的,暫時未有現貨 然後數到這邊,之前也有介紹過的 這是哪個國家的牌子 波蘭 二戰一戰的聚目 有些飛機 連這些現金的增補客機 這架很敏感 這架很敏感 樓下有些 很大型的戰艦 另外有些坦克類的 之前Bryan也有介紹過 Bryan的Figure Toss也有詳細介紹 有興趣可以看那個節目 原聲亮 這架很漂亮 這架原聲亮真的不是開玩笑 正所謂雕工一流 是你們所說的 之前那架 中間那架很可愛 它好像是怪中怪的感覺 它是控制木偶的機械 這架好像是在住一些東西的動作 但它過往的作品 都是以女性為主 今次用一個老人 不是新的嘗試 即是另一種表達的方法 但我個人偏向女性 即她的頭很漂亮 接著這個 之前都開過商 Dark Crown Dark Soul Dark Soul的雕像 這個現在是會場可以Preorder 預計是第四季 2019年第四季 會出貨的 這個 接著上一個就是ACI的產品 之前都有展示過 這樣呢 7和3ZERO的報道 暫時 和Hot Toys的報道 暫時就差不多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 之後 我們會不斷給大家更加多 不同的一些報道出來 對 稍後再見 那稍後再見 拜拜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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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